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目标 可能会安排比较多的学习和进修课程 但需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然课程过多可能会比较迷茫 爱情可能会因为对方的物质条件而变得有些敏感 但自己还是会主动与对方保持情感的互动 月亮进入金牛座与水星海王 冥王形成了和谐相位 并对分火星与土星形成150度的相位 而水星再一次与冥王星碰面 金星与木星这两颗极星处于强硬的相位 所有的这一切都暗示着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和计划 保持自己的危机意识 并怀着浪漫的情怀 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与舒适 但人生并不能一帆风顺 还要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成长 这一切都不断地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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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断地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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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断地